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好中医好中药请认准百草异兽 布兰木由百草异兽状访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西结合学院院长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 刚刚咱们说到舌尖上溃疡 败有口干口苦这样的症状 都是辛火盛的表现 该咋调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调理辛火的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也是中医这个著名的方子 这叫倒翅伞 你看这个方名啊 赤为火色 是 倒翅伞是火在上面 倒下来 你给它倒下来 从哪走呢 从小便而走 这也是古人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 发现一个问题 辛火容易从尿道走 所以说这个倒翅伞 吃完之后 这时候有利尿作用 这四个里边我就认识一个甘草片 剩下那仨没见过 我也是 我也只认识甘草 对 这甘草比较常见 我们接触的多一些 倒翅伞呢 里边一共四个药 生甘草是偏良性的 有清热作用 这里边用竹叶 那个叶子是竹叶 良性的 清新火 清上焦的火 第三呢 这里边有生地 生地是偏黑色的 黑黑的 黑黑的 有滋阴 有清热的作用 第四个药 木铜 木铜就是促使 这个尿液 从下边要排走 有多少量呢 这个配舞的量呢 一般是 生地 15颗 木铜 生甘草 各10颗 竹叶 6颗 就可以了 我刚才说的这个剂量 是一天的剂量 然后呢 煎煮 半个小时左右 早一次晚一次 不用吃时间太长 因为这个药物吧 是属于寒凉的药物 它就是泄活的 一周吧 一周 那刚刚呢 我们一直说到的这个舌尖上 爱长溃疡 而且呢 还口苦的朋友 多是新火盛引起的 那这些朋友呢 我们就不妨试一试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导致散 刚刚我们还提到啊 这个溃疡 那还有的朋友 比较愿意长在这个嘴唇里面 那这样的溃疡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上嘴唇里起了个溃疡 疼得我现在都不敢抿嘴唇 涂口红的时候吧 多少有点尴尬 抿嘴简直是火星 撞地球那般刺激感呀 我现在都有一种 大嘴巴的感觉了 现在喝叶麦酸奶 都这么难 我这嘴唇里面的溃疡 啥时候能好啊 反复折磨 这唇齿相依嘛 吃饭的时候碰得疼 有的一个化妆 抹口红的时候也疼 太遭醉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的火呢 是什么情况呢 我判断这一类的朋友们 这个口中的 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这个味道呢 我也写出来 这位朋友说 嘴里边长溃疡 肿成了香肠嘴 不说嘴里边啊 还总有种酸味 我都感觉 是不是我味觉失灵了 而且呢 看啥不顺眼呀 就来气 一气呢 就泪茶子疼 还有位朋友说呢 嘴里边总有一种酸涩感 嘴唇里面呢 还起泡 经常呢 是口干眼睛干 来月经呢 就不走 这一天天的太难了 嘴唇上的溃疡啊 然后嘴里边还有酸味 这一类的朋友啊 往往啊 就是肝于化火 肝火上演的表现 肝的经脉 环绕 然后呢 与口唇相关 因此说呢 肝火剩的话 一般的火 都往上燃啊 自然界的火 是往上轴的 所以说呢 人体要有火 往往是往上轴 肝精有火的话呢 也往上疗 最后呢 会出现嘴唇里边的这个溃疡 我们中医讲啊 这个在长期大量的医疗实践当中 就发现了这个酸味就和肝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味配五脏 酸配肝 表现出来的这个味道 确实能够帮助医生来判定你体内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呢 肝精走两边 走两斜 所以说两斜脏痛 然后呢 这人肝于嘛 这个情绪就不好 总而发脾气 如今肝精呢 与眼睛相联系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 经常是眼睛啊 肝舌难 好